千万不要这样给证件照换底色了,又慢又愁,还浪费,陈哥是这样操作的。 首先,点插入图片,把证件照插入在Word文档里, 再点一下这个位置,把黄热文字改为复语文字上方, 然后在左上角仰色选项中,选择设置透明色, 接着在照片背景的任意位置点击一下, 让背景色变为透明色,然后再插入形状中选择这一个矩芯形状, 绘制出形状以后,在这里把高度改为12.7, 宽度改为8.9厘米,接下来把这个形状的颜色改为我们照片所需要的底色, 比如黑色,再把照片拖动在这个矩芯形状上方就可以了。 需要其他颜色,只要在形状强冲中选择我们需要的色就可以了。 你学会了吗? 记得来诚哥直播间学习更多知识。